大家好,我是小安 很多朋友们留言私信说吃什么食物对肾好 其实之前就给大家分享过很多的汤和菜类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补肾特别好的食物就是韭菜 韭菜被称为庄阳草,它有助于补肾、庄阳 特别是春天的韭菜更是补肾、庄阳的佳品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们要多吃韭菜补肾的对身体特别的好 今天用韭菜给大家分享既补肾又好吃的做法,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现在准备一把洗干净的韭菜,200克就可以了,不要太多 提前洗好控干水分,方便下一步操作 根部去除不要,根部比较老吃起来影响口感 也可以不去除的,都可以 再把韭菜拆成小段 这时候韭菜特别嫩啊,非常的好吃 切好了韭菜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大碗,打入6颗鸡蛋 鸡蛋适量就可以了 喜欢吃鸡蛋的朋友们多打几颗,不喜欢吃的少放几颗 鸡蛋中含干量特别的多,能够增强抵抗力 而且呢增强钙质,平时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一些鸡蛋 用筷子搅拌搅拌,把鸡蛋打散,多打一会儿 然后蛋液会特别的细腻顺滑 无论是做鸡蛋羹,还是做鸡蛋,炒鸡蛋 烧鸡蛋汤都特别的好吃又好喝,很嫩的 打着像这样,拎起来,流添的状态就可以了 最后蛋液打的特别的细腻顺滑 先放到一旁备用 锅中炒一点油 不需要太多啊,油温热,倒入鸡蛋液 鸡蛋底部定型以后慢慢的翻动 这样使鸡蛋更加的受热均匀 而且煎出来的鸡蛋会更加的嫩 特别的好吃,一点都不会老 鸡蛋差不多全部定型了 然后又铲了不停的翻动 炒成三小适中的块就可以了 炒烤鸡蛋特别的嫩 朋友们看一下是不是 一点都不会老 非常非常的嫩 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 我们先盛出来 盛入盘中备用 再来一点油,不要多 温热以后下入韭菜 我们开大火,翻炒一会儿 炒出韭菜断生 炒出韭菜的香味 韭菜炒好以后倒入鸡蛋 翻炒均匀 韭菜非常的好熟啊 炒的时间不要太长啦 加一勺盐,调味不要多 开大火翻炒均匀,把盐炒的融化 出锅前来点香油就可以了 别的食材不需要放啦 翻炒均匀 这样吸起来更加的原汁原味很好吃 炒香以后就可以关火出锅啦 插入盘中就可以吃啦 盐炒均匀 炒均匀 这样吸起来更加的原汁原味很好吃 炒香以后就可以关火出锅啦 少油少盐少材料炒出来的鸡蛋 韭菜特别的好吃 鸡蛋原汁原味 韭菜香味非常的浓郁 吃起来特别的香 而且鸡蛋炒得特别的嫩 入口即化一点都不老 吃起来很香 韭菜香味很浓郁 和鸡蛋搭配到一局真的是绝配 随时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韭菜 尤其是男性的朋友们 多吃韭菜非常的不错啊 香草即简单 给营养健康 吃起来特别的好吃 请 小孩 他前日晒冷碎楼了 你好吃是吧 你揍吧 揍吧 揍吧 妈 我有一个 这个拿不拿 拿不拿 拿不拿 热你忘了吗 热你忘了不能忘了 知道没有 妈妈拿知道吧 老婆太热了 太热了 对 你好 妈妈给你拿 好 好香 好吃 真好吃 真好吃 很好吃 我記得媽媽不要吃 超級好吃 棒 現在可以的棒 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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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色的真好吃 好吃 瓜姨再見 來了媽媽 我來了來了 喜歡的朋友們收藏起來 有空試一試吧 點開我的頭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視頻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幫我點贊關注 留言轉發